移民没有不后悔的 移民加拿大的95%的人都后悔了 为什么呀 你们看看这是加拿大的地铁 每天有这么多人在坐 你要说这是印度 没有人说不是 你要说这是日本 也没有人说不是 但问题是 这些人比印度人白 比日本人个儿高 那你说他们在这生活啊 真的是挺难的 为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 这人山人海的 我在这儿生活了 有个几年时间了 但是我已经打算 下个月放弃风月卡回家了 为什么呀 这就是原因 实在过得太难了 太艰难了 每个月入不复出 吃饭都成问题 你看看这地铁 实在人太多了 所以啊 我作为过来人 我劝你千万别来加拿大 真的这边挣的又少 花的又多 公共交通啊 还特别不便利 大家好 今天呢主要聊中国的中产移民国外的事 因为这个话题在最近呢 在中国网络上呢 又是变得这个比较的火 影片开头的小视频 就是最近有一位人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他拍的说 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叫中产粉碎机 有数据显示 95%的中国移民 移民到了墙外边以后呢 都会感觉后悔 所以呢 这位人在加拿大老兄呢 就发这个视频要劝中国同胞们 千万不要再移民到加拿大了 谁去谁后悔 在这狗哥呢必须要先说一下啊 狗哥呢是感觉呀 发视频的这位加拿大的老兄 他发这个视频是有点高级黑的意思啊 有可能呢 他呢是在故意的说反话 狗哥的这个看法对不对 大家呢都可以亲自的鉴定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 你像他展示了这个加拿大的地铁里边 说地铁里边呢 人太挤 是人山人海 加拿大的这个公共交通呢 很烂 他这么讲 应该呢是只能骗一下 中国的那些个土鳖粉红们 对不对 所以呢狗哥认为呢 他呢就是一个高级黑 他呢是一个对加拿大的这么一个高级黑 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最近几年以来啊 在中国进入战狼时代以后 在海外的中国人里边呢 越来越开始流行像这种的高级黑 就是故意的黑自己所在的国家 故意的说自己所在的国家啊 比如说这个加拿大 他怎么怎么的不好 加拿大他怎么怎么的烂 加拿大他现在跟中国的差距呢 是如何如何的大 他们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呢 要劝住中国粉红们 要踏踏实实的待在中国墙里边 千万的不要翻墙出来 祸害现代文明世界 这个呢是最近几年在海外的中国人里边啊 应该主要是反贼们 他们用的越来越多的一种话术啊 主要呢 这个呢就是针对中国土逼爱国粉红战狼们的一种反击的手段 所以呢狗哥认为呢 你没看头 这位加拿大老兄 他最近发的这个视频 他很可能呢也是这种高级黑的手段啊 在忽悠中国粉红们千万不要再去加拿大了啊 千万不要再去加拿大这个国家里边去增强粉红们在那的浓度 所以呢 这个话题最近呢在中国语论里边呢又是变得比较火 就是关于中国人润润出墙外边 特别的是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在润出墙外边以后 他们到底会过得怎么样 这个话题 像这位人在加拿大老兄 他的小视频用的标题是 加拿大是中产粉碎机 95%的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呢都会后悔 是这种高级黑 另外这两天中文网络上呢 还有一篇比较火的文章 叫移民墙外边的中国中产们开始后悔了 这篇文章里边 他虽然没有说95%的中国中产移民之后都后悔了 但是呢 他说呢 相当一部分呢 有后悔 而且呢 中产们已经开始啊 反润回流 就是他们呢 已经开始离开移民的国家 反向呢 回到中国 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所以呢 狗哥在今天呢 就跟大家的重点聊一下 中国的中产到底适不适合移民 什么样呢 中国中产最适合移民啊 等等这些个话题 狗哥自个儿呢 也是最近这些年 移民到墙外边的第一代 所以呢 也啊 非常适合聊这个话题 首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中产移民 这个话题呢 他会最受关注 最纠结 其实这个道理呢 也是很简单 对于中国的上层 对中国的真正的有钱人们来说 移民这个呢 他根本就不是事啊 他根本就不会是问题 他们呢 完全不会纠结 因为对于中国真正的那些个 有钱人来说 海外身份啊 对他们来说呢 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标配 海外身份 对中国的有钱人们来说 自古以来都是必须有的 人家呢 随时都可以去现代文明国家呢 去很舒服的生活 所以呢 移民对他们来说呢 完全不是问题 那对于中国的底层 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 移民呢 也完全不是问题 你比如说 最近这两年 非常火的 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走线啊 从南美洲 从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 那这个 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 其实呢 也是对于全世界的穷人们来说 他们只要能够进入美国 他们只要能够在美国待下去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呢 就意味着是天大的收益啊 是稳赚不赔 而且呢 跟他们以前的人生比 他们呢 真的是会赚的太多太多 所以呢 移民到现在文明世界里边 哪怕呢 你是用这个走线 用偷渡这种手段 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呢 也完全不是问题 这个呢 他不叫一本万利 这个呢 是没本万利的做法 当然了 狗哥在这儿呢 并不是鼓励 中国人呢 都去走线啊 都去偷渡 像这样的啊 毕竟这些手段呢 都不是合法的 而且呢 具有危险性 所以呢 移民到墙外边这种事 对于中国的有钱人来说 对于中国穷人来说 都完全不是问题 那这个呢 就只能是让 加在中间的 所谓的中国中产们会最纠结 很纠结 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如果移民海外以后 他们呢完全不能够像真正的有钱人那样呢 去完全躺平 毕竟你这个钱呢 没那么多 你没能力 不能够完全躺平去生活 你呢 还必须要考虑 你怎么样 能够在海外 新的国家里边呢 去挣到钱 去养家糊口 这样的问题 同时呢 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呢 有很难 会做到 把他们的心态 拉低到 跟中国的穷人们 一样的水平 去适应 在移民国家里边的生活 你比如说 穷人们 他们通过走线 他们通过偷渡的方式 进入美国 那只要能够在美国待下来 他们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干 你像这个去中餐馆 去洗盘子 打黑工之类的 他们都很愿意干 但是呢 这个对于中产们来说呢 就很难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这个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虽然在墙里边呢 实际上什么权力都没有 但是呢 毕竟 他们基本上呢 都会有一个 在中国人看来 比较体面的工作 在办公室里边的工作 很多的都是这个 专业技术人员 那这样的中国中产 他们如果说润出中国 到了新的移民国家 绝大多数人应该呢 都不能够很快 马上就无缝对接 在新的国家呢 继续干原来的那种工作 这个呢 基本上不可能 但同时呢 从这个长远打算 他们呢 又必须在新的国家里边呢 要挣钱 要养家糊口 同时呢 他们一般呢 又不愿意去干 像洗盘子 去超市收银啊 等等这些个体力性的工作 所以呢 他们呢 就会最容易变得很难 很纠结 这个呢 应该就是移民这种事 会让中国的中产们 最纠结的一个地儿 就是在移民之后的国家里边 一个新社会里边 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你能不能找到新的 挣钱的渠道 大家来看 有一位已经移民新加坡的 中国的妈妈 她移民之后的感受和焦虑 她应该呢 是来自中国的摩都大上海 移民之前呢 是在上海生活 大家应该都知道 能够选择移民到新加坡去生活的 基本上应该呢 都是中国的有钱人 都是这个不插钱的 即便不是富豪 那至少呢 也是这个中国中产里边的上层 和中产里边的顶层 这位中国妈妈说 他们一家到了新加坡以后呢 原本住的大房子没有了 一家四口人呢 只能窝居在 可能呢 只有50平米的小公寓里边 车子也没有了 出门呢 全靠走路和地铁公交 经常下的馆子呢 也没有了啊 就不能够经常下馆子吃饭 连孩子以前上的高大上的牛叉幼儿园 现在呢 也没有了 但是呢 对于这些个改变 她说呢 索性他们一家人呢 现在还可以做到坦然接受 没有产生抱怨 他们觉得到新加坡以后的这个日子呢 也很开心 但是 她说呢 从客观上讲 他们在新加坡的生活水平呢 肯定是不如在上海 她认为这个生活水平呢 是出现了降级 她说呢 这个呢 也是人们常常劝中国的中产 不要逃的原因 特别的是在移民之后 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或者说呢 你到了国外以后呢 需要啊 被迫接受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比如说 你从原来的白领 变成了这个房产中介 你从原来的医生变成了保险销售代表 你从原来的老师变成了水管工等等 她说呢 这当中的心理落差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具体到新加坡 他们一家感受到了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新加坡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真的是比上海呢 要高很多 他们一家四口在新加坡 说呢 要保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 一年呢 要花50万块钱的毛币 这个呢 还是基于不买房 不买车 孩子读公立学校 平时不补习 他们平时呢 也不下馆子 不旅游的这种生存底线 如果说在新加坡 要恢复到他们以前 在上海的那种生活的标准 你比如说 孩子要上这个牛叉的幼儿园之类的 这位妈妈说呢 他们就要每年呢 花掉100万的毛币 在新加坡 最后他说 如果是小腹结安的中国的中产 就是一般的中国的中产 他认为呢 很大概率 还是待在中国国内会过得更滋润 这个呢 是一位从上海移民到新加坡的中国的家庭 他们在新加坡的生活状态 还有感受 大家呢 再来看更多啊 那个这一天比较火的 移民的中产开始后悔了 那个文章里边 他描写了一些中国中产移民的故事 然后呢 狗狗呢 会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文章开始呢 他是讲了有三个移民海外的中国的中产家庭 他们各自的移民动机 第一个家庭 赵辉夫妻 说他们的原本都是中国国内国有企业的中层 年收入呢 有这个四五十万块钱的毛币 在墙里边的日子呢 过的也是顺风顺水 他们之所以选择移民 要去澳洲主要呢是因为 在国有企业里边的工作这个太忙 也太无聊 领导一张嘴 下手跑断腿 这个呢 让他们不愿意呢 再去忍受 所以呢 他们呢就选择了移民澳洲 而且呢 呃 想把人生的一辈子变成两辈子过 因为这个移民嘛 就是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家庭 是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的宇童一家 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呢 跟刚才赵辉一家子是有点像啊 都是严重不满意 中国国内的那种企业文化 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像宇童的丈夫 宁愿的去国外做木工 也不愿意在熟人的公司里边呢 做管理层 第三个家庭呢 是一个北京土著 说到北京呢 坐拥七套房产 那肯定呢 就是极端不缺钱了 这家呢 他们是移民到了欧洲的宣压力 主要原因呢 是对帝都北京的医疗服务 严重不满意 说带孩子在北京看病 在医院里边呢 是被各种的折腾 还要给医生呢送红包 可能呢 还要花上十万块钱 但是呢 他们移民到了宣压力之后呢 在医院里边呢 只花了几个小时 而且呢 刷医保 一分钱没花 就治好了孩子的病 这个呢 是一些 移民到中国墙外边的 中国的中产家庭 他们主要的移民动机和考虑 总而言之呢 就是他们对中国墙里边的工作和生活 是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意 所以呢 才选择移民 选择润出去 大家呢 应该都会知道 他这说的这些个中国中产移民的动机 这些个动机呢 还都是能够拿到明面上去说的 有不少中国的中产 最近几年选择润 他们还有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们呢 是不愿意忍受中国加速开道车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就提前跳船 要避免将来很大概率会到来的大灾难 有很多中国的中产选择移民都是出于这种动机 狗狗自然也是 但是呢 你像这种动机 在中国墙里边呢 都是不能够明说的 那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认出去以后的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们到底会有哪些个落差和困难 在新的国家 新的社会里边 会有多少中国的中产呢 感到后悔 文章里边呢 也列举了几个案例啊 第一个 说移民到北欧挪威的小鹰 说他哪怕已经在挪威市生活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呢 他呢还是对挪威的高物价是严重的不习惯 在挪威 一瓶矿泉水要花相当于25块钱的毛币 一瓶啤酒要花相当于60块钱的毛币 最便宜的饭馆也得人均200块钱的毛币 他在冬天取暖的电费 说一个月呢 要花相当于5000块钱的毛币 后来呢这个小鹰呢就被逼的是学会了烧柴取暖 要省钱 另外呢 就是挪威的冬季太长 天黑的太早 下班之后的生活呢 也非常无聊 这个呢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里边流传了很火的一句话 叫好山好水好寂寞 对不对 还有一位从上海移民到西班牙的 叫丽雅 他们家的主要问题呢 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西班牙 说丽雅的丈夫以前在上海呢 是有自己的广告公司 丽雅呢 也在上海品牌公司里边呢 市场部工作 但是呢 他们移民西班牙之后呢 就很难有从事以前工作的机会 甚至丽雅 他愿意放下身段 他愿意去华人餐库做管理员 但是呢 也被拒绝 因为当地的华人呢 也是抱团 不愿意带外地人玩 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 可能呢 就是他的女儿 在西班牙是生活的很快乐 很开心 这个呢 是最近中国网络上比较火的一篇文章里边 写的啊 一些中国中产家庭 他们移民之后的案例 其实这个文章里边呢 也并没有说很多移民的 中国中产 他们已经是开始后悔了 他这标题呢 是有点标题党的那个意思 我现在呢 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关于中国的中产移民 首先 中产移民啊 最好呢 是能首先考虑自己移民之后 在新国家的工作 如果说 有这个在移民之后 你能够在移民国家 做跟在中国原来差不多的工作 而且呢 这个工作呢 能够维持你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那这样的中国中产移民 应该呢 是最合适的 应该呢 也是最舒服的 狗哥是建议 就中国的中产移民 最好呢 是能够首先考虑工作 移民到新国家之后的这个工作问题 第二 如果说你移民到新国家以后 短时间里边呢 你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 那至少呢 家庭里边呢 要有足够的积蓄 这样呢 你决定移民 才会比较的稳妥 比如说你这个家庭里边呢 没有负债 你有这种足够的积蓄 能够保证 在移民之后 两年内 三年内 整个家庭呢 即便是不工作 你这个生活水平呢 也不会有明显的降低 那这样的中国中产 移民呢 也会比较的稳妥 第三 就是一定要有开放心态的中国的中产 才适合移民 狗外在这说的这种开放的心态 主要呢 包括两方面 第一呢 你要高度去认可移民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主流价值观 然后呢 你愿意努力去学好当地的语言 这个呢 是第一方面的这个开放的心态 第二方面 就是你呢 能够做到不歧视体力劳动 你自个儿呢 有愿意去从事体力劳动 愿意去从事当地普通工作去挣钱的这种心态 如果中国的中产有这两种心态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比较适合移民到现代文明国家 最后 狗外想说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产移民啊 基本上呢 也属于是勇敢者的游戏 中国的穷人去走线 去偷渡 当然呢 是勇敢者的游戏 其实中国的中产润 同样也是勇敢者的游戏 那既然是勇敢者的游戏 勇敢人玩的 就只能呢 是少数人敢去玩 所以呢 你如果是从小到大这种性格 从小到大这种生活方式 都一直呢 是非常安稳 属于呢 一直是安安稳稳的那种中国的中产 那这种呢 是不适合移民的 这些呢 是狗外在今天主要想说的 看狗外影片的网友们 有不少呢 也都是最近几年 认出去的这个中国的网友 所以呢 狗哥呢 也非常欢迎看到大家的反馈 关于这个话题 在影片下面留言 给狗哥发email呢 都可以啊 好了 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拜拜